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苦的时候能够一同分担 经历了风风雨雨 如今才知道 人生 苦乐都只能自己受 人生路无论平坦或是险阻 只能靠自己走 不要去依赖任何一个人 因为没有人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父母会老去 朋友会渐渐走远 就连自己的影子也会在霉光的时候离你而去 你的生活别人只是旁观者 始终只能自己撑着 世间的每个人都是默默无语 负重前行 有太多太多心酸 太多太多眼泪 都只能用自己的肩膀担着 将苦楚嚼碎 再咽回肚子里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气你别忍 有恨你别忌 有钱你别省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苏氏说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时间的长河里 你我都是匆匆过客 转眼间 人生过半 经历过欢喜 品尝过悲伤 收获过圆满 也有过遗憾 没有了年轻的冲劲与热情 但是多了一份成熟 一些淡然 回望半生 逐渐明白 中年人最好的活法是 别忍 别恨 别行 别等 有气别人 山岳记里讲过一个故事 唐朝才子李辉 年纪轻轻 考取功名 但他个性清高 对官场的迎来送往 很不感冒 时间不长 他就辞官回乡 以田园诗酒为乐 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收入 养家糊口 不得已再入官场 为五斗米折腰 昔日自己看不起的同僚 已经身居高位 自己却成为他忽来喝去的下属 刘薇心里有气 却无从发泄 每日在痛苦中煎熬 终于有一天 他疯了 闯入山林 变为一只老虎 作者说 世上每个人都是训手师 而那批猛兽 就是每个人各自的性情 学会驾驭情绪 排解情绪 才不至于被情绪吞噬 不久前看到一个新闻 上海市民刘女士在家辅导儿子作业时 因为学习跟儿子起了冲突 一气之下 刘女士选择跳河 幸好冬天衣服后 没有立刻沉下去 才被赶来的人们救回 人到中年 孩子的教育 父母的健康 单位的考核 各种烦恼交织 各种温怒积聚 学会发泄情绪 排解情绪 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我们不是圣人 很难做到 巴风吹不动 只要还在这光怪路里的世间一天 就没法把日子过得行园流水 那些温怒 那些愤慨 那些悲伤 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发泄出来 爬山 听歌 倾诉 都是很好的办法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擦干眼泪 轻装前行 有恨别记 心理专家崔永福曾说 和别人发生冲突后 如果一直记恨别人 内心会形成情绪的卡点 这个卡点会影响生活的品质 往后的日子里 每次触发 都会带来不良情绪 让人无法自拔 所以古人说 数人就是数己 宽恕别人 其实也是放过自己 战国孟长军曾被齐王驱逐出境 因为失势 当初要好的朋友都和他断了联系 孟长军恨死了这帮人 拿了一个木板 把这些人的名字都刻在上面 打算秋后算账 后来他重新得势 被召回齐国 在齐国边境上 孟长军遇到了奇人 谭石子 谭石子说 谁富贵就靠近谁 谁贫贱就远离谁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像是集市上早上人多 晚上人少一样 大家只是根据需求行动而已 孟长军听完之后 便把木板的字都划掉了 回国之后的孟长军 没有报复 选择了宽恕 不仅为自己赢得了一份心灵的平和 也因此树立了声望 巩固了地位 古人云 人非小顺 谁能尽善 谁都有可能犯错 我们都是云云众生里的普通人 不必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 放过的是别人 轻松的是自己 有个朋友之前在电台工作 上司对他百般刁难 老是借各种理由摊派任务 搞得朋友苦不堪言 谁曾想后来电台改革 朋友的栏目一军突起 很快成为电台的焦点 可他却从没想过报复 别人问他新年恩怨 他也只是说了一句 算了吧 人到中年 人往往变得越来越宽容 不是问题真的解决了 而是算了 没有那个精力再去分辨是非 也没有那个心情去掰扯过去 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 花在家人身上 花在那些美好的事物上 只有这样 才能岁月静好 自在从容 有钱别省 很久之前 有个人在波罗奈国做苦力 赚钱辛苦 他格外节俭 每年赚到的钱 他都兑换成黄金 放在家中的桃冠里 随着黄金越来越多 他的快乐也越来越多 直到有一天 桃冠满了 他自己却也病倒了 看着这罐黄金 他实在舍不得拿去看病买药 守着黄金 与世长辞 就像小品里说的 人生最大的痛苦 不是人活着 钱没了 而是人死了 钱没花了 钱不过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对金钱太过减省 很容易成为金钱的奴隶 重庆有一对夫妻 都很喜欢存钱 穿了十几年的衣服鞋子 舍不得换 从不和朋友下馆子 护肤品 从不舍得买贵的 平时能坐公交 绝不开车 每年的工资 俩人能省下一大半 但是生活品质 却让俩人觉得 活着了无生趣 灰头土脸 每天日子感觉 都是一种煎熬 不到四十的年纪 看起来像是六十岁的老人 人到中年 要学会珍惜当下 享受眼前 别总是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舍不得用 等年纪大了 这些享受 就都远离你而去了 钱在账户上 只是一个数字 花出去了 才有价值 金钱不是目的 生活才是目的 有钱别省 善待自己 给自己花钱 生活才能精彩分成 胜去盎然 有爱别等 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 家喻户晓 风流倜傥的形象 可谓深入人心 可是历史上的唐伯虎 却穷困潦倒 留下一生遗憾 二十四岁之前 唐伯虎家境殷实 父母健在 福其恩爱 可是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 父母妻儿相继去世 他忍着悲痛 操办完家人的葬礼 又传来妹妹自杀的恶号 唐伯虎此生挚爱 一个又一个离他而起 留他一人 在世间漂泊 福其恩爱 承欢膝下 转眼一成奢望 古人说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生命无常 你永远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个先来 知乎上有一个话题 生命到底有多脆弱 其中有一位网友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晚上 自己带着孩子 在家看电视 丈夫在下班的路上 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 是丈夫的手机号 说是交警大队的 他慌慌张张 用被子裹着孩子 送到邻居家 然后自己去了交警大队 早上还好好的丈夫 此刻已经躺在冰冷的柜子里 有些离开 真的太仓促 留给我们太多太多遗憾 蒋勋说 人与人的关系只有两种 一种是生离 一种是死别 很多时候 我们根本不知道说完再见 此生还有没有再见的机会 人与人只有这一世的缘分 不要等缘分尽了 才懂得珍惜 不要吝啬你的心意 不要吝啬你的表达 有空多陪陪家人 吃父母做的饭 和妻子聊聊天 和孩子玩游戏 人生过半 用有限的精力 去好好爱惜身边的人 才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三毛说 心之何如 有似万丈迷津 横耕千里 其中并无周子可以度人 除了自度 他人爱莫能助 人到中年 我们是自己唯一的百度人 生活的好坏 全由自己打点 调节自己的情绪 宽恕别人的过错 善待自己 珍惜家人 如此 才能无愧自己 不复人生 往后余生 愿你心中无事 眼中有爱 与所有的温暖相拥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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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